-1 好,OK了 好,我们今天有十本书要跟大家聊 这十本书都跟教养有关的书 第一本大家会聊的是阿德勒 学正向教养,诶,主要从阿德勒身上学 然后也包括,如果大家有听过一个 工具叫家庭排列组合 可是工具好像很难自己带 所以今天我们将用一本书里面提到的观念 带大家了解这套系统在谈什么 然后会聊到萨提尔 这可能大家都知道 目前台湾的萨提尔的推手李重建老师 对,没有错,我们大家聊李重建老师的书 然后包括要聊教养的书 以及包括都是为你好 然后以及可能如果你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 你可能有经历过一些父母的压力挫折 包括逼婚 好,我们待会来聊聊逼婚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有哪些好书呢 待会期待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我把它,这十本好书把它整理出来给大家 有人说国际不打小孩只好打另外一半 那另外一半也太辛苦了 对,太可怜了 对,我们今天有这十本好书啊 我们希望这十本好书都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些 解开一些谜团 或者自己在家庭上面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扰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也简单预告 我们有一些服务以及小小广告一下 包括我们有爱苏人计划,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 透过你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拍摄很多好的节目 也包括明天一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专题读书会 要与大家一起来进行 我们要来读读台湾的历史 然后以及在礼拜天还有一个英文课 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厉害的英文老师 直接要与你来交流如何学好英文 所以透过你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有更多好节目 与大家交流分享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一些课程也持续在持续推播中 无论实体课以及线上课也在持续努力中 也希望透过你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然后当然我们所有内容和节目也都会上传到YouTube 透过YouTube你可以把它当广播来听 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方式 把这样更好的知识和更好的资讯传播出去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本书 之前要先聊国际不打小孩日 好那我在网络上查到底什么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呢 就是4月30号定位不打小孩日 是由一个美国中职体罚组织 其实跟台湾可能像人本 就人本组织是一样的 只是台湾有时候人本那好像是比较极端一点的 我们在这个组织就比较算是 谈到在教养上面 我们不用责罚不用辱骂的方式来羞辱孩子 而是透过沟通 透过彼此合作方式帮助孩子成长 而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也跟着成长 所以上面有一句话说 邀请你试试看看不打小孩 至少这一天不要打 或许你会发现将来每一天你都不需要再打了 就有时候打骂如果有效那早就有效 那多数是有效的吗 好我们待会也会来探讨 所以如果你要控制你在教养上面的脾气 有四招 第一招叫深呼吸 好让你可以come down 恢复冷静 第二招叫引导你的孩子 让他可以多说一点 或者其实也在引导自己多说一点 第三如果在现场要发脾气 准备要动手了 好那尽可能离开现场 或请其他人协助 然后第四招如果你不行 没关系就交给别人来教吧 所以这是与大家交流分享的 国际不打小孩日 然后也因为因应这个时节 我们将在今天与大家分享所有书都跟教养有关的书籍哦 好所以我们要进入第一本 叫做跟阿德勒学正向教养 解决日常教养问题的1001种方法 对因为方法真的有够多 然后书也非常非常的厚 对非常的厚实 里面算是一本工具书 然后我这边栽了27个核心 包括温和且坚定 决定你的做法然后行动 延伸到后面 包括传递爱的讯息采取小步骤等 好那这几个呢 为什么会把它挑出来呢 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发现光把这27个好好做好 好好做到 你就可以怎样 你就可以发挥很大的 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影响力了 所以第一个叫温和且坚定 温和且坚定 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用很大的声音 你只需要温柔声音去与彼此回应 那你的孩子声音也会跟着 一起放小声 然后在过程当中 决定做法之后 就要以声作者开始行动 以声作者开始行动 然后分享其中一个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 叫第九项 叫提供有限的选择 好在这 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个 跟大家交流呢 因为他说有时候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你只能给孩子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 一个叫适合 一个叫可接受 一个叫适合 一个叫可接受 尤其是对那种学龄前的幼儿而言 很多时候 你在给他选择过程当中 你真的必须要好好拿捏 为什么呢 例如哪些是适合和可接受呢 也包括哪些是不适合或不可接受呢 例如幼儿选择是否要自己刷牙上学 伤害他人或身处险经 例如爬到屋顶 有些事情是不适合的 然后哪些事情是可接受的呢 例如孩子他有零用钱之后 他可以决定他要买什么 包括他对于学习这件事 他现在想要放假 想要放松 你可以跟他好好沟通 这是可接受的过程 然后还包括在几点睡觉 这也是可以跟孩子沟通的过程 然后以及穿脏衣服 穿干净衣服 他想穿什么衣服 这都是可帮助孩子在选择过程当中 带他训练的 因为孩子啊 一开始可能他在做判断选择能力上面 并不是这么准确 所以父母要陪着孩子一起选 可是在选择过程当中 也要试着让他练习独立 让他自己有空间 可以自己去摸索 选择看看 所以这当中可以有一些有限的选择 帮助孩子 帮助孩子 然后所以这是他的27个核心态度 然后延伸这27个核心态度往外扩展 去谈到更多的面向 更多的面向 所以有人说当我的女儿很幸福 其实我相信每个只要是爱阅读的父母 或者愿意照书养的父母 应该你孩子都不会遭遇的太激烈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待会聊到一本很特别的书 他要接他妈妈的窗疤 窗疤这样 那本书算是比较特别 可是多数只要我觉得 只要父母愿意做调整改变 其实整个家的氛围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适合可接受 适合可接受 有人说我一定没打过孩子 其实我自己之前可能在教育过程当中 其实并不是完全说都很聪明或很智慧 我也会之前会有原生家庭的背景 例如一二三数到三就要做什么 如果没有做什么 可能会有个情绪上来 在前期可能真的一不小心会控制不住 可是我后来慢慢理解到 当孩子长大之后 你用这个方式 其实也没办法 那个真的让他心服口服 所以然后也因为孩子长大 可以好好沟通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沟通的形式 让他情绪安静 然后也同时让自己的情绪 可以跟他沟通 一起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好好 父母都需要练习的 好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 阿德勒的 有27个核心态度 这27个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项对你而言 最不容易 最不容易 有人可能觉得少说多做可能不容易 因为有人就喜欢多说少做 对 然后或者有人觉得举办家庭会议有点难 因为我的小孩都不跟我家庭会议了 就时间凑不出来 然后也包括可能你觉得可能幽默感 有个父母觉得自己很难幽默 或者很难表达爱 这也是不容易的 好所以这27个当中 不知道哪一个对你而言 执行上面有难度 有困难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 好那接着准备要聊下一本书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动脑想想看 你自己在这样上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扰 然后我们待会可以继续来聊聊 一视同仁男女不同 对男女的确大不同 好我们接着来聊这本书 叫家庭系统排列 家庭系统排列 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 或听过家庭系统排列组合 对 这一套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的学问 为什么要神的学问呢 因为我应该试着把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他认为啊 他们在这套系统当中啊 他们认为每一个人 在一个环境当中就有自己的场域 然后同时在这系统当中 牵一法而动全身 牵一法而动全身 而牵一法而动全身当中 每个人当放到不同位置上面 就会有不同的身体感受和内心感受 甚至可以透过这过程当中 引导 诱导你去反思 以及同理对方 有人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其实那个家庭 那个什么 这种家庭系统排列组合啊 是一门非常特别的 有点像 有点像心灵课程 可又有心理学的成分 它是一个蛮特别蛮学的一套系统 然后也同时 目前坊间的确有一些组织 是以这个工作坊 在协助某些人进行身心灵的调整 它可以帮助哪些议题呢 例如个人关系的议题 支持我们的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 或夫妻关系等 然后还包括身心 包括让你的身心重新重整健康 唤醒你自己原生的 内在潜力和思考力 对然后还包括可以 引导你 例如可能现在遇到事业上的障碍 财富上的障碍 它也是可以透过引导过程当中 去检索你自己在执行上面 你是否总是在某些判断上面卡关 而这卡关原因在哪里 可能来自于你父母的教养 来自于你曾经某一个亲戚 曾经对你辱骂过 说过什么样话 让你耿耿于怀 所以透过家庭这个排列系统 组合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每个人会试着 它的概念有点像什么呢 我直接用图片给大家看 就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 类似的课程 他们会透过 我找一个实物操作 好 像这个图片是 跟他父母的治疗过程 其中这个跪下来是暗主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站起来的是 演什么呢 因为不可能妈妈在面前出现 所以他会请当中一个学员 来演妈妈 来演妈妈 就站在那位置 即使不说话也可以 然后试着让暗主 去表达他想对妈妈说的话 然后在过程当中 不断的移动移动 可是这个演妈妈这一位呢 要改变他的形象 转换他的态度 试着让他重新 跟他父母进行和好的动作 所以这次也很像是 透过角色扮演 重新厘清你自己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然后但不只单纯父母 他可以是很多面向的 很 因为他我看过的是 可能到五六个 到七八个以上 就因为他是可以把 你阿公阿嬷什么 每个角色都放在 同一个场域当中 你在那个场域当中 你自己就有不同的 体验和情绪感受 所以是一个蛮悬的学问 对有没有朋友参加过 玉凤参加过 对然后 然后有人说很像玄学 所以这是家庭系统排列 然后这本书算 核心原理和十五 然后如果想对这本学问 有更深的了解 我相信你读完 应该可以更多了解 这套系统在讲什么 对他其实真的有点像是 换位思考 角色扮演 帮助你去厘清你自己 跟原生家庭的关系 好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 第二本书 好第三本书呢 就是李重建老师的书 然后萨提尔的守护之心 作者就李重建和甘耀明老师 对我们都知道李重建老师 算是台湾那个 已经算是萨提尔的主要推手 主要推手 然后在其中一句话说 问题不是问题 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 所以在运用萨提尔的对话 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要接触什么 我们要接触孩子内心底层 真正的声音 因为当你接住了 你就接住了孩子的心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父母的 在孩子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 如果你用错技巧 可能你会用一些 比较是过往的行为 例如责难批评 或者延伸 有人可能不想责难 可是你讲的是一大票的大道理 然后也包括恐吓孩子 甚至有人是用什么 勒索的 用哭的方式哭给孩子看 好 如果你曾经有这些行为 其实很多原因不只是孩子的问题 也包括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内心可能有焦虑 生气 害怕痛苦 自责内疚 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 当自己照顾好 你其实也能够照顾好你的家人和孩子 和孩子 然后分享其中一段 我自己读到 我觉得蛮有感觉的 他说 李重建老师说 他带领工作坊的时候 他常会问伙伴说 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呢 什么是爱自己呢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与我们一起交流 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呢 李重建老师说 爱是守护孩子最重要的元素 父母老师若能给孩子爱 又能允许孩子失落 挫折失败 孩子就能够成为有力量 以及丰富的人 然后既然爱能滋养孩子 守护孩子 陪伴孩子的父母老师 当然更要好好守护自己 当大人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心 就更有能力守护孩子的心 这就是教养中代代相传的心法 所以当大人啊 懂得好奇 懂得表达自己 懂得更深的冰山对话 就有了外在应对的方法 我们将这个称之为语言的招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 才能够透过表达与他人 与自己连结 与他人与自己连结 所以在书中里面有非常多段故事 我们都知道李重建老师 真的算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人 然后在每一篇故事里面 都是不断地帮助我们去提醒自己 与人的关系 跟父母的沟通 跟孩子的沟通 跟自己的沟通过程当中 你是否做对了 同时也好好透过冰山理论 去检视自己的心 对 所以有人说 爱自己就是认同 忠于自己 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 所以每个人可能在 爱自己的过程当中 可能都需要有一些心法 然后这本书我觉得 应该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 以及很多人的心法 对 所以叶秉承老师 他为这本书写推荐说 看到这本书问世 他非常高兴 因为作为过去苦与 无力改变孩子的父母 一直看着孩子受伤的老师 他认为让父母改变 最好方法就让他们觉知到 自己的问题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父母身上 有时候问题不在孩子身上 是在父母的身上 所以这本书 让更多爸妈 更多孩子 看了之后反思 自己是否还有一些 没有疗愈的伤 也是否自己用错误的方式 去爱孩子 而进而伤害了孩子 所以这本书 是要帮助我们更爱自己 也同时用正确方式 表达对家人的爱 对家人的爱 所以这是萨提尔的守护之心 故事很多 等待你自己去挖掘和分享 对 好 所以有人说 语言的招式 正视自己的情绪 懂得接纳自己 善待自己 就能够善待他人 没有错 好 那接着 下一本书 如果你是比较后面 才进来的朋友 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所有书 都跟教养有关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日子 叫做 国际不打小孩日 然后他们提倡说 试着今天不打看看 或许你开始之后 就不需要再打了 你会发现孩子 自己会改变 自己会改善 他是持续在进步和成长的 好 接着要介绍下一本书 书名叫做 教养不必纠结于最理想方式 教养不必纠结于最理想的方式 然后作者是陈奇政 他在美国心理资商硕士 然后跨中文教育 资商心理会计等专业 不同的 他有非常大量的血干 然后他有成立一个工作室 叫做丑爸的父母成长教室 丑爸的父母成长教室 然后这边有栽几段文字 是我觉得有感觉的 他说无论给多给少 都是父母真实的一份爱 即使很小 但透过我们那份爱可以长大 即使那份爱不完美 但请相信那肯定够孩子一生受用 然后第二个是 试着让彼此接触自己的初心 让情绪可以看见 被看见 再来慢慢调整行为 行为不会完美 但家人之间会更靠近 所以坦诚很重要 当你坦诚 家人的心就会靠近 行为就会慢慢改变 有时候我们要马上纠正 改掉某些坏习惯 容易吗 其实真的不容易 可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 去表达去沟通 父母以及孩子一起努力 其实我们都可以养成一些好习惯 然后第三个 孩子需要会透过不当的行为表现出来 所以所有事情都事出必有因 事出必有因 像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有一些孩子在学校会打同学 然后当后来老师去关心的孩子 延伸往他内心以及他原生家庭去了解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他爸爸会打妈妈 所以他有一个情绪出不去 他就用这种欺负同学方式去抒压 所以每件不当的行为内部都有一个原因在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特别故意要去打别人 捉弄别人而被其他同学讨厌的 因为没有人想要被讨厌 所有一切都有原因存在 除非有一些状态就是属于病理性的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例如可能遭遇啊 或者是可能某些行为已经过分暴力 这时候才需要透过医疗的过程 可一样是事出必有因哦 就是他是病理性的 所以这也是要好好想一下 对 然后第四个 当责罚转向跟孩子一直成长 你在过程当中到底是错罚或错放 就没有那么重要的 所以不要把责罚看得这么重 因为最后你重点不在那个罚或赏 而是跟孩子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 所以他也提供要告诉父母说 在给孩子爱之前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无论你是新手父母还是老手父母 每个孩子都会给你不同的生命新课题 所以在过程当中 你要不断问自己 你过得好不好 你现在够不够爱自己 够不够爱孩子 你未来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呢 一定要相信可以的 一定要相信可以的 然后书中有一个故事案案例 是他母亲的案例 母亲的案例 他说他母亲来自客家 以及闽南结合的家庭 然后他母亲在 就他母亲三岁的时候 他阿公就爸爸就过世了 所以延伸他是阿嬷带大的 他是阿嬷带大的 然后就跟上一代许多贫困 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 妈妈小学毕业拿了市长奖 可是家里没有什么 没有经济可以支持他继续升学 那是民国56年 所以九年教育的 九年国民教育施行的前一年 所以他妈妈就只有念到国小毕业 而这过程当中 他妈妈19岁就跟父母结婚 然后延伸 这过程当中有情绪的 婚姻的低潮 婚姻的低潮 然后即使这婚姻低潮 他也从来没有怎样 停止去爱自己 他说他妈妈有一个很勇敢的心 所以丑爸说 他在这个家庭长大的时候 被他母亲有很多爱的 滋润和照顾 即使他父母的 妈妈的学历并不高 可是妈妈却做对了一些事情 哪些事呢 就要妈妈持续的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照顾很好 照顾很好有很多方法 心灵的照顾很好 或者是物质条件的照顾很好 好 他说他妈妈总是会让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外在 去与人应对 他说在追求外在过程当中 有两种呈现形式 一种叫追求物欲 一种叫做透过物质照顾自己 追求物欲的人总是因为是自己 是对自己什么的自我价值是低落的 所以相信物质有魔力 可以帮助自己满足自己的外在 然后另外一种则是有高的价值 然后也相信物质可以使这个价值 支持到自己也支持到别人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弹性 所以这是他说他妈妈把自己照顾很好 也同时也在教育孩子身上 也透过这种形式给孩子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支持 所以教养不必纠结于最理想的方式 这过程当中可能并不完美 可是没关系 我们都可以持续把它做好 持续的进步 跟孩子一起长大 跟孩子一起长大 对 那个翔俊说 国小时候被老爸打爆 哇那辛苦的翔俊 现在你长大了 希望你可以把这些事 我不是让你放下 而是让你 试怀去重新面对你的人生 用你可以做的方式去照顾好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孩子 对 所以的确有些父母是不太适任的父母 很多父母并没有受过好的教育 或好的教养方法 或者好的人格 就我直接讲吧 就他的本身的自我人格认知是有问题的 就是有些人本身是有心理障碍 或心理困难的 他并没有受过正统的治疗 所以他只能用各种情绪的控制 或者暴力的形式 付诸在他可控制的人物 人事物上面 而通常最直接的就是老婆 或者是孩子 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是老婆打老公 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这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如果 知道周边有人 他现在正遭遇这样的困难或难处 给他支持 然后当然更好的话 他已经太严重 就直接帮他报警 直接帮他报警 可能会更好一点 好那今天要介绍下一本书 好下一本书 书名叫做都是为你好 难道我会害你吗 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 然后我们这边有问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被逼婚过 或者你有没有听过朋友被逼婚 我打错字马上改 好你有没有被逼婚 或者你有没有听过你的朋友被逼婚过呢 好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人 片田珠美 本身是精神科医师 他说啊 有些父母的确不是这么的好 他们有一些攻击性 他们总是用情绪 用愤怒 或者很多原因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攻击自己的孩子 然后甚至会对孩子大吼大叫 歇斯底里 甚至用控告的方式说 你再不听话就不买给你 你再不听话就不让你去上学 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的步子撕掉 用这种恐吓形式在孩子的身上 然后这过程当中 有的父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 然后 这过程可能不只伤害孩子 其实他也在伤害他自己 伤害他自己 所以这些会控制 儿女思想选择甚至婚姻对象的父母啊 其实他也是事出必有因 事出必有因 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逼婚过 或者听过朋友被逼婚呢 被逼婚呢 我分享书中的一段故事 有人的逼婚是自己逼自己 因为他认为他做了这件事 父母就会开心 他做这件事 父母就会满意 他做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离开原生家庭 所以有的人逼婚并不是那种父母来的哦 是自己对自己 因为他觉得他想要让父母开心 或者他想要离开原生家庭 所以他就透过婚姻的形式离开 可是却没有在做选择棍当中选对人 选对人 然后当然也有包括可能是 出自于父母本身的 就是父母总是希望 儿女早点成婚 早点抱孙子 早点完成生涯阶段的任务 生涯阶段的任务 可是这过程当中 其实只是满足父母自己的期待和欲望 而却没有想到儿女在这样的 快节奏的选择过程当中 可能会选错人 甚至造就后面人生的遗憾 人生的遗憾 所以也包括有的人可能就听从 可是有的人就反对 否定父母 所以其中一段故事都说 他有一个女儿 女孩 他不想结婚原因出于他的母亲 因为他母亲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了 太多压力了 对 然后有的人自己逼自己原因是 他妈妈总是觉得很丢脸 一直帮他介绍很多 那种什么向心 然后在过程当中 也包括都总介绍一些年轻女性 原因就是希望他能够生出继承家业的小孩 可是这一个啊 这个其中这一个 他就更没有想要结婚的念头 没有想要结婚的念头 对 然后有的人是想要用金钱来支配 自己的孩子 所以这过程当中就什么 就会用金钱来控制 散管孩子的出社会之后 所有的多数的资金啊 薪资啊 等等的 所以我要帮你投资 可是这过程当中其实 应该也非常的不舒服 不舒服 然后我在书上还读到一个蛮有趣的案例 他说有一个母亲啊 催促儿子快点结婚 可是内心又觉得 只要儿子结婚就离开自己 所以抱着这样不安的感觉 一直做出阻止儿子结婚的行为 而不自知 例如哪些行为呢 就是只要他女 那他的儿子真的 好像要交到女朋友了 交到 可是他又闲东闲西 闲着女生不太好 或者相亲 第一次看起来还不错 延伸回去之后 又会开始闲东闲西 所以这也是一种 内心的纠结 所以这也是母亲内心的问题 对内心的问题 谁有的是被设计结婚辛苦了 被骗婚 不过 Pin应该现在过得还蛮幸福的才对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曾经用相亲的方式认识另外一半 所以这本书是谈说父母 有点像跟情绪勒索那本书有点像 父母都是为你好 可是会害你吗 我要告诉大家答案是会 就是父母会害你吗 如果用错方法 其实父母可能真的会害你 可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在害你 他也不知道他其实在害他自己 害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好要让大家好好反思的 尤其是在我们之前曾经有访谈过那个 就家庭或家族之间的金钱纠葛 这个题目真的是超级难的难题 就只要碰到钱 很多时候就其实亲人都可能会撕破脸 因为这跟这个不是完全是见钱掩开的事情 而是为了当你离开家后 你会需要照顾另外一个家庭 也包括你会开始练习控制 管理你自己的财务 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很多金钱上 真的很难拿捏的纠葛 所以需要好好面对它 好所以这与大家分享 都是为你好 难道我会害你吗 答案是会 好接着是罗宝宏老师的书 安定教养学 听说这本书卖得非常好 这本书谈什么呢 他谈0到6岁要用蒙特索利的做法 对 然后我这边帮那个罗宝宏老师的书 其中一个故事把它拿出来用 等一下问大家 这问题就是 如果把你绑在床上只看天花板 然后只有用餐时间可以离开 你可以忍受多久的日子 你可以忍受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还是能够忍多久呢 还是能够忍多久呢 好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 如果把你绑在床上 只能看天花板 用餐的时候 或要上厕所才能够离开 你能够忍受多久呢 好 那我先来聊一下 讲一下这本书 罗宝宏老师的书 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是在蒙特索利上面 非常厉害的一个专家 然后前一本书也卖得非常的好 前一本书也卖得非常好 然后这本书主要谈的是 安定教养金三角 哪三角呢 就是蒙特索利 阿德勒和萨提尔三大学派 从理论到方法 从孩子内在发展到亲子 有效沟通 过程当中 如何让彼此都自由 所以零到六岁啊 就要用蒙特索利的核心理论出发 顺应孩子内在发展需要 看懂孩子行为背后意义 然后同时 不要用成人的角度误解孩子的需求 提供孩子爱的养分 所以这位蒙特索利 在零到六岁的时候提供了资源 然后延伸长大一点 七到十岁 这时候蒙特索利有效吗 可能孩子觉得 他已经会了 不需要了 好那这时候就要换一个新的形态 用正向的态度和孩子沟通 建立生活常规 温和且坚定的回应孩子 然后这过程当中 就有需要很多教养沟通的工具 帮助他养成正向人格 这时候就要阿德勒和萨提尔的出马了 所以这个延伸 他主要的年龄层就七 零到十岁之间 就是从幼稚园到国小的学童 都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方法 找到方法 好那为什么要栽其中这一段呢 为什么你绑在床上 只看天花板可以忍受多久 好 他里面有一段故事 他说某天啊 有位新手妈妈跟罗宝宏老师联络 他说他孩子已经三个半月 快四个月大 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只要喝完奶 就一直哭一直哭 需要有人报 只要报起来就不会哭 可是抱一阵子不哭又把他放下来 很快又再继续哭 然后这样常常又抱起来放下来 抱起来放下来 妈妈觉得很累 可一直抱着也不是办法 然后再来老人就跟他 跟这个妈妈说 哎呀小孩不要常抱 不然会把他宠坏 养成习惯以后就不能不抱了 所以啊 这位妈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 那我到底要抱还是不要抱啊 然后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做呢 然后这位 那个罗宝宏就回应这个妈妈说 哎你的小孩啊 这小baby 喝完奶之后 是不是还很有精神 然后妈妈说 对啊他很有精神 然后接着问 那你是不是喝完奶之后 你就把他放到床上呢 他说对啊 然后那个床 是不是四边都有木头 高高的围起来 孩子躺在里面 好像躺在监狱的那一种 然后妈妈笑了说 哎呀对呀没有错啊 然后接着 罗宝宏老师问说 那如果小孩 那个小baby躺在婴儿床 是不是他只能看着天花 白白的天花板 然后甚至什么都没有 他说对啊没有错 好那 罗宝宏老师确认之后 就跟妈妈说 那如果从今天开始 你老公把你绑在床上 然后床四边都设围栏 动得高高就像婴儿床一样 你在上面绑着不能动 每天只能在吃东西的时候离开 吃完东西就要被绑回去 躺在床上 盯着白白天花板 你觉得这样下来 经历了三个月四个月 你会想哭 还是会变成心理变态 然后妈妈想一想说 我应该会变成心理变态吧 所以罗宝宏说 对其实孩子也是一样 即使三四个月大的小baby 也有很多内在发展的需求 他们不是只有吃饱 睡睡饱吃而已 什么都不用做 而是需要给他们一些支持 给他们安慰 尤其他这时候还什么 精神很好 精神很好 你不理他 他会有什么 又孤单感 又沮丧感 渐渐的就开始什么 练习无助 练习沮丧 然后也练习 冷漠 孤立 冷漠孤立 然后甚至会对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有更多的低落 甚至对外界有更多的不信任 所以孩子是透过管官 刺激来认识这个世界的 所以如果当你孩子精神好 请给他抱起来 支持一下他 陪他玩一下 玩到他累了 他想睡了 再把他放回床上 这应该就大家 应该如果是你 你应该比较接受这件事吧 对 接受这件事 好 所以这是罗宝宏老师的书 安定教养学 对 我们之后应该有机会 会邀请罗宝宏老师来 在那个线上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们想办法用一个 用视讯的形式 因为我们 罗宝宏老师很忙 然后我也很忙 然后彼此之间 一直没办法抽出时间来 因为他主要的地点都在新竹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未来应该可以用视讯的方式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他的书 聊聊更多的细节和内容 好 那接着要介绍下一本书 好 下一本书 书名叫做 责骂小孩能解决问题 达成你期待的五大原则吗 就是 折骂小孩能够解决问题 达成你期待的五大原则吗 好 在书里面提到一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观点 这观点是什么呢 他说 当你要折骂孩子之前 先问一件事 为什么要骂孩子 然后同时问第二个问题是 那你骂完之后 事情就会改变吗 如果能够真的改变 表示你骂有效果 可是如果没有改变 还是再来一次 就要思考你骂的方式 可能你在错 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本身就是错误的 错误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先不要用骂孩子 来跟孩子沟通 而是能够透过一些原理原则 来支持孩子 来支持孩子 好 那我要分享书中的五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叫做 没有人的价值观完全相同 教每个人的价值 即使是小孩 他的想法也跟你不一样 第二个原则二 人不会被 会做 人不会做被强迫的事情 就算做了 也是表面功夫 其实想想看 你自己上 有的人朋友上班 应该也是同样感受吧 应该也是 自己那个 如果主管交办了一个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就很敷衍的 一样会达标 可是你会做的 2266 哩哩啦啦 谁没有人会喜欢被强迫 而是自己自愿 原则三 每个人都有常处 而且至少三项 所以你做父母 要看到孩子特点 特点 原则四 父母已经停止成长 但孩子还在成长中 所以啊 你要支持你的孩子 原则五 凡事先梭理 只有到事态严重 才进行 责骂 生气 这事态严重 可能是搞大肚子了 可能是打架了 可能是造成别人受伤 流血 伤害 这时候 这才需要用 折罚方式 马上停止这些 错误的 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情 所以有五大原则 五大原则 然后书中 为什么他会出这本书呢 他说其实现在很多父母 在跟孩子的工作过程当中 总会遇到下面这些困扰 而这些困扰就会成为导火线 包括孩子过度沉迷电玩 影响了日常生活 包括有的孩子 完全陷入手机的世界 包括有的孩子 在学习上面有挫折 然后对学习完全没有任何动力 也包括有些孩子 不想要找答案 而只等着别人给他答案 然后也包括 有些孩子 对世界没有任何危机感 而做父母的 有这些担心怎么办呢 好 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方法 好 例如其中有一个 孩子 他总是沉寂于垫底 然后很大的原因是 这孩子总是沉迷于在电视和电网当中 可是父母很担心 知道孩子继续这样下去 未来升学上面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希望孩子能够去补习 可是孩子却不想去 还是不想去 所以 这个父母就把问题带到老师的面前 就这本书的作者面前 希望他可以给予他一些回馈和鼓励 然后延伸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老师就不断的引导父母问出问题 是为什么他会讨厌补习 他是否在补习当中 曾经遇到一些困难 也包括他补完之后 成绩真的有进步啊 等等这些问题 不断的引导父母去反思认知 然后也同时 有透过一些原理原则 告诉孩子不要强迫孩子去做讨厌的事情 因为不会有好的结果 与其这样 那父母就问说 那老师啊 难道我这样就要顺着孩子吗 那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好 那老师回答他说 其实并不是要顺从孩子 而是第一步 先让孩子 对念书多少有积极的想法 然后再慢慢用他可接受方式慢慢的调整 然后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这孩子可能是自我肯定感很低 学习成就感很弱 所以这件事要先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 建立自信心 然后过程可能建议要有第三者来介入处理 透过学办或透过补习一个 或者有一些家教团体 然后这个家教老师特别选过 给孩子更多在学习上面的肯定 这可能就能够让孩子在学习上面 慢慢找到技巧方法 找到学习的动力 所以这本书是一本教养上面的五大原则之书 而五大原则我已经栽入了 在上面了 所以与大家分享这五大原则 五大原则 对有人说 今天别扁小孩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 今天所有书都跟教养有关的书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打 发现孩子也会变好 那么表示 其实你之后也可以不用用打的哦 你也不用用打的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叫假性亲密 这本书应该算是今天唯一一本 跟孩子没有这么多关系 可是也有很大关系的一本书 为什么呢 这本书谈的是夫妻之间 人际之间 这过程当中有一个 它里面设计了一个很有趣的名词 叫做招牌歌舞 招牌歌舞 这个歌舞是你从小慢慢 不断练习学会的 延伸如果用一个比较大容易理解 叫做戴面具 戴面具 这表演过程当中 有人演 有人看 而每个人都在照顾彼此的感受 这过程当中 可能希望透过表演的形式 去控制对方 然后可延伸 另外一个问题是 其实每个人好像都是旁观者 具外人 看你演出 或者你知道你自己在戴面具 所以在自行的过程当中 里面有提到一些反思 有时候你现在的人际关系 总是什么 总是 有点 有点不太舒服 总是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你做这么多 别人还是嫌弃你 为什么你做这么多 别人还是会挑出毛病 为什么你做这么多 别人还是看不见你的付出呢 好 其实有时候来自于你这个招牌歌舞 出了问题 第一个 要先思考 你总是用什么面具 什么招牌歌舞 问你带 你希望能够带来什么 或问你带来的什么 也包括反思的是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总是表演者 还是你是观众 看着 冷漠看着这世界呢 然后第三个 你过去创造这个招牌歌舞 和这个面具 你这当中曾经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为什么你一定要戴上这面具 第四个 你童年时期的招牌歌舞 这个有没有对你成年之后 造成的影响 然后第五个 如果放弃这些招牌歌舞 又有哪些风险和好处 透过这个过程当中 反思 帮助自己 厘清自己原生家庭 以及自己成长过程当中 曾经为自己贴上的一些面具和标签 对 然后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例如 你跟你的伴侣 或跟人在一起 总是觉得很辛苦 然后也包括你常常觉得 自己是一个旁观者 局外人 然后 然后无论是跟夫妻喔 甚至跟外人也曾经有这样的情况 好那你就要好好跟自己 好好连结 修复失衡的互动 走进真实的关系 走进真实的关系 然后让你找回那个安全感 熟悉感 然后把 你自己找回来 把你自己找回来 好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 假性亲密 其实我在读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有教科书的味道 有教科书的味道 然后当然它有一些步骤和方法 步骤一是发现 步骤二是修复 步骤三是复权 让你总有那个权力去调整 步骤四是替换 然后步骤五是相互关系 所以里面有一些方法论跟大家交流 好与你分享 好最后两本书 最后两本书 下一本 书名叫做 就算内心愧疚千百回 我依然是个母亲 我依然是个母亲 好这本书的作者是金美景 是一个韩国人 他本身是一个 29岁就开始讲师生涯 出现在各教育现场 然后被韩国称为梦幻 梦想导师 鼓励女性勇敢追梦 然后同时也被称为国民姐姐 国民姐姐 这里面没有附上她的照片 我想知道这国民姐姐到底长什么样子 很好奇 金美镜 大家待会 在这堂课下课之后去搜寻一下金美镜 长什么样子 他里面提到的是高自尊感 高自尊感 他说母亲决定了孩子的一生 无论是全职在家 或者是蜡烛两头烧的职业妇女 身为照顾孩子的母亲 你可能需要花很多力气在做很多事情 可是这过程当中 常常会有自尊心低落 产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愧疚感 虽然妈妈总是以泪洗面 不知道自己身为女人 身为母亲究竟该怎么活 该怎么生活才好 所以作者要告诉你 其实养育子女没有标准答案 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母亲 只要你给予爱 这些都是对的 都是正确的 一百个母亲就一百种母性 每个妈妈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中第一个贵人 帮助孩子守护幸福 守护梦想 让孩子找回自己的自信 其中一个关键叫做培养自尊感 不只要建立孩子的自尊感 还要找回妈妈的自尊感 所以母亲要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很棒的人 好 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 我是一个很棒的人 好 所以高自尊感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深信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 自尊感来自于家庭的培养 这个过程当中 有点像身体需要营养才会长大 自尊感也需要父母的爱和信任 才能够茁壮 然后他说其实 做母亲的啊 曾经在某一刻会有忽然间的自尊感提升的时刻 这时刻就是当你生孩子 生第一胎孩子的时候 孩子从你怀中产出 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母亲就拥有了第一次最重要的自尊感 所以他很珍惜那个从死亡边缘 拉往诞生的路程 这过程当中 其实母亲的心也跟着墙壮了 另外一个是逃过死结的过程 所以这是做母亲的伟大 那时候是一个最伟大自尊感的过程 可是这时候 爸爸就不要说错话 或者在家长过程当中 父亲就有一些角色 协助妈妈帮孩子 拥有慢慢的练习 有一些自信 因为过来就是 挫败感持续出现了 包括孩子的哭闹 喂奶啊 挤奶啊等等 像我最近有朋友 刚生完孩子 他说那个 他的胸部感觉不像自己的 这就是要把那个喂奶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 对很多母亲而言都是 对 然后我分享书中有一段 跟孩子的游戏 修行游戏 这游戏是什么呢 打扫环境 结果他孩子问妈妈说 妈妈这已经很干净了 还要再擦吗 然后妈妈对孩子说 嗯再擦一遍 然后孩子说为什么 妈妈对孩子说 因为把不干净的地方 擦干净 叫打扫 把干净的地方 再擦一次 叫修行 所以你已经过了 想去做那一刹那 可是还继续进行 这就叫做修行 哦 所以孩子就说 哦那我知道了 30分 就是如果假设 我算30分钟的数学题 还撑得住 那做三个小时就很想死 可是如果坚持住了 这就叫修行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在旁边擦地板的老二 就加入对谈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在修行耶 就像我每天都要练 三个小时的琴 这就是修行了 对 所以母亲就跟孩子说 对呀 最终只要咬牙 忍耐去做的事情 都是修行 你们很棒 每天都在坚持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不止你做 应该做 还多做 这就叫修行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在修行 很辛苦 可是我们没有选择放弃 选择熬过每一天 很厉害 是要给认真向上的自己 多一点鼓励 其实这个修行 就在建立孩子的自信 以及包括建立父母的自信 所以包括 我也要给所有现在 在线上的读者朋友 一个掌声鼓励 因为你愿意 好好跟我们一起来读书 甚至 从头听到尾的朋友 要给你按赞一下 因为你也在修行 你也在修行 所以我要帮大家按赞 然后大家也可以 给自己按赞一下 给自己按赞一下 好 接下来要介绍 今天的最后一本书 好 今天这本书 叫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好 让我这边列个问题是 你的童年幸福吗 然后 它一个副标题是 爱丽丝米勒的悲剧 爱丽丝米勒的悲剧 好 为什么爱丽丝米勒是悲剧呢 好 这本书的作者叫马丁米勒 爱丽丝米勒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 然后 他本身现在是心理治疗师 马丁米勒 作者马丁米勒是心理治疗师 而他母亲呢 是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然后 这个儿子 写了这本书 来接母亲的窗疤 可是不是接 而是试着跟母亲修好 修复那和好关系 他直面伤痕累累的母子关系 这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悲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母亲是国际知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 然后 马丁米勒是爱丽丝米勒的独子 他跟母亲的关系疏离且紧绷 甚至崩溃 母亲过世之后 马丁才鼓起勇气 透过书写认识母亲 然后也同时慢慢同理双方的处境 了解 他母亲当时提出的那些儿童心理学的理论 价值 以及他的局限之处 爱丽丝米勒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幸福童年的秘密 幸福童年的秘密 这部经典建立起儿童捍卫者的声明 可是他 这个爱丽丝米勒 自己却从来没有处理过自己的儿童童年创伤 自己压抑的愤怒 塑造出极端激烈性格 而他儿子就成为家暴的一份子 长期受到母亲的羞辱 羞愧 以及 责打 然后 所以 爱丽丝米勒曾经在他的书里面主张说 父母的创伤会延伸到子女身上 可是 他儿子 马丁 就是最直接的彰显 有没有觉得这好像有点讽刺 教育专家 一个儿童教育专家 甚至一个非常世界知名的学者 可是自己在儿童教育上面 其实并不成功 自己在面对自己的家庭 却是失败的 这好像曾经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新闻 有些婚姻导师 婚姻专家 可是最后却掉进了情感的陷阱当中 或者他的家庭 其实也并没有这么幸福 所以这好像有一种 另类的矛盾和反思 他可以说很厉害的道理 很厉害的学说 很棒的理论 可是他却没办法把这理论 好好照顾好他自己的家庭 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所以这个三恨类人马丁 决定要回去回说 为什么他母亲会有这样的性格 直到了解到 他母亲成长于僵化保守犹太家庭 甚至他母亲的家 经历过纳粹的屠杀 所以他母亲曾经历过战争的创伤 进而在情感的表达上面 是有障碍的 是有困难的 所以因此 他在对待孩子身上 对待家人身上 都是用错误的态度 在应对 所以他写下这一段 他跟他母亲的关系 这段自传 甚至这段家族史 虽然对于外人而言来看 好像他母亲 身为一个教育专家 可是却做错了 可是 这过程当中 马丁却跳出来说 其实他母亲理论是对的 只是他母亲做不到 他母亲 在推广这些儿童的教养理论上面 是对的 是正确的 可是他母亲做不到 因为母亲做不到 可是他母亲却写下来了 所以与大家分享 这本很有意思的书 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十本书 都跟教养有关 全部都跟教养有关 唯一只有一本 假性亲密 是人际关系有关的书 可是这几个都 为什么要来谈呢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日子 叫做 国际不打小孩日 我上面有一个标题写说 邀请你试试看 不要打小孩 至少这一天不要打 如果他 你不打 他也表现很好 或许你会发现 将来每一天 你都不需要再打了 所以如果你跟孩子 沟通上有障碍 有情绪要出来 四招告诉大家 第一招深呼吸 第二招引导孩子 只有四个沟通 第三招离开现场 第四招解决困境 请别人来帮忙 不要你自己来处理 所以包括你也可以读读书 书中自由黄金屋 自由知识 来支持你把事情做对 把事情做对 所以很高兴 大家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2020的爱苏文计划 透过你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分享更多好书 而你的支持也将能够获得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要送给你 所以也欢迎你加入这样的计划咯 然后当然我们所有的内容 也包括有一些知识会把它拆解成课程 也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线上学习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内容也会上传到YouTube上面 你可以事后收听 事后当广播 甚至可以用加快速度来学习 希望这样的内容可以成为你的支持 也希望这样的内容成为你生命的帮助 希望今天这十本好书能够打开你的眼界 打开你的世界 让我们对自己以及对家人都变得更好 当我们变得更好 你的孩子也会变得更好 因为我相信这是每个父母的骄傲 也是父母最大的期待 好所以国际不打小孩日 在今天与大家交流分享 晚安 拜拜 所以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gap 希望大家都能够越过这些gap 这些难题咯 明天放假愉快 如果是老师可能辛苦一点 明天还要上班 不过所有劳工朋友 明天好好休息一下 透过这三天年假 并不是要出去玩 在家好好读书 虽然近期都是疫情为零 可是我们希望不要在年假 这个这几天年假后 疫情飙升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让疫情归零 然后全球疫情能够慢慢的恢复平静 好 所以这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精彩内容 期待下车再见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